市長好 大家你好 你好你好 謝謝 過年之後 我希望這裡 過年的時間 希望這裡生意很好 好啊 什麼時候 我們這裡 一部分是宣導 對啦 讓大家聽說 現在這裡的海鮮很好的 品質很好的 對 介紹很合理 對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這裡的地方 要做一個訊息 要跟外界說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這裡 謝謝 畫面現場是 八斗子漁港漁獲直銷中心 市長謝國良 特別跟蕭保官 及市府產發處 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基隆分局 來進行聯合查核與宣導 確保磅秤的準確 與標價透明 目的是希望 與攤商一起合作 破除消費者過去 對於漁市的既定印象 喚醒消費者的信心 市長謝國良也強調 市府今年會協助漁會 宣導八斗子觀光漁港 也歡迎消費者過年期間 來買漁貨吃海鮮 我們現在這邊有人潮怎麼辦 我們就是要把人潮要換回來 是 這個就是重點 因為大家以前都覺得 顧客來這邊會被避殺 所以我們現在改名了 對 所以我們要 可是大家的印象還存在 所以我今天回來 就是要跟外面的很多朋友講 這邊基隆海鮮誰不喜歡吃 大家都喜歡吃 對嘛 又便宜又新鮮 CP值又高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宣導這個事情 好不好 謝謝市長 我覺得晚以後我會跟漁會 我們一起來 開個座談會 我編一點預算 我們來一起跟大家宣傳 讓大家知道 我們有一個嶄新的面貌 跟這個嶄新的環境 因為那個過去那個 我瞞你說 是有深入人心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調整 謝謝 市長有注意到 真的 你跟他講的是重點 因為幾乎我跟他聊天 他們都說 他們對這邊印象都不會 不是很好 那我們其實 什麼事情都是可以改變印象 沒錯 只要我們有實質的作為 再加上一定的宣導 所以我答應你 我們在2023年 我們就來做一波宣導 好不好 但是我把商家我們先找起來 大家先再坐台一下 好不好 我答應你 這個我一定做到 謝謝市長 不會不會不會 可是我們現在改革了 對 現在市長過來 沒有沒有 市長沒來之前 我就改革了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這邊 其實都已經算是 都有公平工作 對 對 對 都已經蠻好的 都已經沒有什麼 負面消息了 對 因為我覺得 消費者的權益保護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對店家也非常的重要 我們都了解到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有好一陣子 包括必殺魚港在內 因為有一些商家 過去曾經有不當的收取過高的餐飲費用 導致他的名譽有一些受損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完全的恢復 所以要如何維持住消費者保護的權益 我覺得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今天跟消保官一起過來 就是要讓我們所有在過年期間 來基隆觀光消費的外地的朋友們 還有基隆的市民朋友們 了解到 未來包括政府會持續關心 那我們的海鮮 不但又好吃 而且價格又合理 當你在購買水產品的時候 有四要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要看 有沒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合格的這一個銅字的標章 就是這樣子的樣張 如果是有的話 那表示這個秤是合格的秤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看有沒有水平的 去秤你的商品的重量 那第三個呢 三要就是要把這個水都倒掉之後 再去過磅 好 那第四要呢 就是如果發現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馬上到公秤去秤重量 然後並拍照城鎮去跟業者去做一個 就是查明 到底這個有沒有偷金減兩 或其他詐欺的情勢 這是我們消保官跟市長 對於這個不肖店家要打擊 要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決心 這次查核小組來到魚市實地查核 維護消費者權益 消保官也向攤商再次宣導與呼籲 要注意磅襯計量準確 與標價透明 避免觸法 那如果在金兩部組的這個部分 業者如果在這個 渡量橫器上動手腳的話 這恐怕會涉及刑法 刑法的違反定程罪 還有詐欺取材罪這個部分 最終會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依據這個餘會的管理要點的部分 我們可以就是終止這個租約 然後呢 沒收他的保證金 甚至處罰他最高五萬元以下的罰金 這個部分 從此刻開始 我們不再寬待這些業者 所以我們展現保護消費者的決心 那如果你那個使用不合格的棒稱的話 依照我們渡量橫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 是要處一萬五千元以上 七萬五千元以下的一個罰款 市政府希望與攤商一起合作努力 挽回消費者的信心 吸引更多外地遊客來走春消費 活絡在地經濟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字幕 李寅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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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